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本期PFL很多选手为自己能够打到季后赛是卯足了力气 比如说前任冠军雷库珀就依靠判定击败了他的对手尼古拉阿列克萨辛 这场比赛雷库珀向大家展示了 如果有了良好的身体协调性以及核心力量才是获胜的保障 他在被对手摔倒的时候反应速度非常快 身体一张地面就靠自己强大的力量 用手推对方的胯部然后用口链出来的核心力量 让他可以把自己的双腿像雨刮器一样的摆动 然后就用这个力量甩掉了在上位压制自己的对手迅速起身 摆脱了不利的局面 从这里面就能看出他的平衡性和回复速度是获胜的保证 比如说他能够从地面起身 能够很快的在失去平衡的时候 从单膝跪地的状态马上站起来 躲开对方逼近地面追击 而且他在对方膝撞他自己的时候 可以用强大的摔跤功底 爆摔对手来破掉这个孤颈膝撞 所以对于运动员或者是爱好者或者是观众来说 还是那句老话呀 对于职业格斗选手练体能 有些时候比练技术和练实战可能都还重要 虽然他显得更加的枯燥 但是在别人选择放弃练体能的时候 你还在那拼命的卢铁练体能 这就可以让你在比赛的时候 有更高的可能性击败你的对手 然后PFL还有一场比赛 也是非常引发争议 这个格雷森帝博是分歧判定 击败了前Bellet冠军罗里麦克腾娜 然后赛后呢 媒体和观众都认为格雷森帝博不应该获胜 罗里麦克腾娜才应该是胜者 但对于我来说 仔细看了比赛的视频 之后发觉 对于罗里麦克腾娜这样 手张 手黑的选手 就不应该获胜 所以说判他输比赛是绝对应该的 绝对合情合理的 因为在比赛中啊 每一个选手都是会要控制自己与对手的距离 但是应该是要用合法 合规的手段去控制这个距离 而不应该用犯规的手段去控制 我们可以看到罗里麦克腾娜在比赛中啊 多次插对手的眼睛 这既违反了公平竞争 公平竞赛的比赛精神 也中断了比赛的节奏 因为他一旦插眼 裁判就要终止比赛给对方一定的回复时间 而且罗里麦克腾娜相比对手 有8英寸的臂展优势 也就是他比对手的手长了有20厘米 在这个20厘米的臂展优势下 要控制跟对手的距离 那简直是绰绰有余 非常轻松就能控制啊 但即便有这样大的臂展优势 还用二龙细珠这样插对手眼睛 这样流萌传舞手段 这样的犯规手段去控制距离 大家可以想想有那个必要吗 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应该要受到惩罚 因为看到他在比赛中不停地伸手 去戳对手眼睛 你看到这个动作 如果把他的对手 以周围的相关场景去掉 再替换到高楼大厦之间 再给他穿上景深服 你一定不认为他是在打比赛 你一定认为他是蜘蛛侠 出现在漫威的片场 对于他这样频繁插眼 这种选手 只证明他是一个白人版的 骨头强穷斯 而且这种手段非常的下作 就相当于我已经很有钱了 在一线城市已经2.7亿了 已经财富自由了 但我还是需要钱 而且我还是用不正当的手段 从比我更穷的人那里 去偷去抢 用不合规不合法的手段去挣钱 这样完全不合理也不合法 而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呢 因为他就是吃定了观众 既然观众都喜欢我 都觉得我实力强 那我犯下归有什么 对于强者来说 这不是狭不掩喻吗 所以对于这种流氓逻辑的选手 应该是叛负扣分 应该说大力处罚 而且再说了 赢了他的格雷森蒂博 怎么就不能获胜呢 因为蒂博以前在UFC 是最早也是唯一一个摔倒 不败中国格斗传奇 一直处于连胜 然后在退役到哈比布的人 你想之前和之后 都没有人摔倒过哈比布 而且他一场比赛 不仅防住了哈比布的13次爆摔 还摔倒了哈比布三次 这不是实力还是什么 对于这样有实力的选手 然后判定赢了对手 有什么争议的 我觉得完全没有争议 本周拳击也有多场的重大赛事 锦上上迷再度未免成功 而且锦上上迷是三次击倒对手 成功未免了自己的WBA和IBF的 除量级金腰带 在这场比赛 锦上上迷一开始 打得比较保守 然后呢 他是不停地利用 勾斧的拳法 击倒了排名第一的挑战者 三次 而后面的两次 勾斧击倒都是在第三回合 而且在第三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 他勾斧击倒对手之后 裁判直接就没有读秒 直接就叫停了比赛 而且他勾斧的拳法 有一点落马秦柯的影子 而且未来如果锦上上迷 可以练好了英文口语 可以脱离于翻译自我推广 之后完全有望能够成为下一个帕奎奥这样的亚洲的骄傲 本周杰马查洛啊 是未免了自己的WBC的中量级金腰带 在比赛中杰马查洛是苦战了12局 一致判定击败了对手胡安马西亚斯蒙天 未免成功并把自己的不败战绩延伸到了32连胜不败的纪录 在比赛中一开始查洛认为自己的这个对手是一个在维基百科上都没有个人页面的人 应该是废查一个 但实际上对手的表现在一开始确实是处于梦游的状态 甚至很多时候双手都没有去报价保护自己的头部 但是过了第五个回合之后 对手的状态开始回升 而且甚至还把查洛打晃过好几次 这个时候杰洛就开始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比赛 但是如果他能够一开始就不轻敌 找一点全神贯注的打比赛的话 说不定都不用打满12个回合 甚至有可能给到我们击倒KO对手的局面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WBC的中量级冠军战 接下来同样有一个中量级的冠军 但不是拳击的中量级冠军 UFC前中量级冠军蜘蛛人安德森·喜尔瓦 在这一周是在拳击台上 以拳击的规则对战了小查韦斯 安德森·喜尔瓦是苦战了八个回合 就是打满了八个回合 分歧判定击败了前WBC中量级冠军 同时也是退役的拳击传军 查韦斯的儿子小查韦斯 由于之前UFC选手在拳击规则下的败击 比如说本阿斯科伦拳击拳击输给了杰克保罗 前UFC的重量级冠军弗兰克米尔 在拳击规则下也输给了IFF的巡量级冠军 史蒂夫·卡尼安 所以说喜尔瓦在赛前是完全不被看好 会在拳击规则下赢了 在拳击规则下拿过冠军的小查韦斯 但比赛打完之后他还是赢下了比赛 而且还让大家再度见识到了 他之前成名绝技 举阵防守 那就是没有步伐移动 也没有下潜的摇闪 双脚踩定 稳住下盘之后 就不停的依靠后仰和左右扭腰 来躲开对手的拳法攻击 上一次我们能够看到安知生·喜尔瓦的 这个矩阵式防守 都还是在九年前的UFC的八角龙中了 但其实喜尔瓦不是第一次打拳击比赛了 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早在1998年和2005年 在他的老家巴西·喜尔瓦就一胜一负 一KO的拳击比赛战绩 那个当天比赛的现场 老查维斯就在厂下观战 而且当天就是父亲节 老查维斯在厂下看到了儿子输了比赛 应该算是过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父亲节 好了本周有裸拳赛的新闻 UFC的BMF冠军最强狠人 豪尔赫·马斯维达尔创业 办了综合格斗规则裸拳赛 之前我们有不带拳套的拳击规则裸拳赛 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 马斯维达主办了综合格斗规则裸拳赛 而这个裸拳赛的头条主赛 就是前UFC选手杰森·奈特 对阵前Pride和前库仑爵选手 查尔斯·贝内特 而这个比赛一开场 让大家都非常的想象不到 奈特一开场 一上场就被对方的第一下攻击打断了鼻子 而他的对手表现也非常的不怎么样 他的对手迅速就被赖特·罗角降服了 两个人呢 一个是被对手第一拳就打断了鼻子 而另外一个人呢 是手局不过半就被降服而告负 之前大家以为会看到一部好莱坞的大片 结果大家看到的是宝莱坞的大片 这个风马查尔斯·贝内特 可谓是格斗比赛的票房毒药 其实在十几年前 我在看他在Pride的比赛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个人已经是疯疯癫癫癫 而经过这十几年之后 他现在是疯得更加厉害 我敢说要是他不用那么夸张的一个 像贵宾犬一样的发型 他还没有那么容易被降服 他从四年前起就一直输比赛 说到现在中间就再也没有赢过 这中间他有十二连败的综合格斗战绩 也有三连败的裸拳赛的连续败季 也就是他只是一个迷你版轻量版的爆破撒谱 两个人都是黑人 两个人就是连续有很多年没有赢比赛了 所以说运动员成功了赚钱了成名了 要创业没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在运动本身这个行业去创业 因为基本就没有成功案例 你看比他们更成功的乔达 斯伊罗 梅西 梅威瑟 没有哪个运动员能够经营好一个运动赛事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K1GP的老将 雷赛弗之前做了一个叫WSOF的中卧格斗比赛 做了几年之后举步维艰 后来实在没办法 只能资产重组 变成了PFL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过的PFL的比赛的腰纹 而马苏伊大尔不知道是不是玩了太多的足球经理游戏了 对自己的经营能力极度的膨胀自信了 来办中卧格斗规则的裸拳赛 我在未来不看好他的中卧格斗裸拳赛的发展 本周USOF也打了比赛 而且这场USOF的格斗职业之后 我们也低激励 更加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而韩国僵尸之前早在2003年 就跟何塞尔多打过冠军赛 但是他在第四个回合被何塞尔多KO了 然后前段时间他又输给了同样也和他一样输掉了冠军赛的奥尔特加 所以说依靠这两场比赛他的表现 再结合他目前的表现以及实力 他要再打到冠军赛的挑战权 并赢回冠军 可能性微乎其微 可能拿到UFC冠军是僵尸这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目标 虽然他拿到冠军的可能性低 但是不用担心 他还是永远都能够为观众打出非常精彩的比赛的 所以说未来他的比赛还是值得大家包括我本人的期待 好了本期博览天下就到此为止了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收看博览天下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何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